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自定义导航栏上面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搜索的图标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图标 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图标呢 图标我们可以直接使用UniUI提供的一个X组件 或者呢我们自己去实现一个也行 我们先看一下怎么自己去实现一个自定义的图标 首先我们先是打开浏览器 还是我们需要去阿里的一个图标库 图标库呢 我们这里可能你需要去登录一下 登录吧 我们比如说在这里需要一个搜索 我们直接搜一下Search 我们找到这个图标之后呢 加入购物车 加入购物车之后我们点击购物车 如果说没有项目的话 我们点击添加之项目 然后在这里去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叫母客News 然后我们确定 这样的话我们图标就已经添加完成 然后去怎么做 我们点击下面一个代码 我们生成一段代码 生成代码之后呢 把它复制到我们的浏览器里 https 然后我们直接浏览 可以看到这么一段图标代码 这段代码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回到我们的项目里 我们去给它新建一个目录 目录我们叫comment 这里可以放一些我们自定义的一些工具类之类的 我们再新建一个目录 css 放我们的css css里面呢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叫icon 保存一下 把我们之前的内容粘贴到这里 粘过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这段代码呢 进行一个调整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开始 src 全都不要我们把它删掉 只留 把其他的urr我们给它删掉 我们只留我们的一个 bass64的字符串 后面内容呢 全都删掉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字体图标 我们就已经引进来了 之后我们怎么用呢 首先需要把它在我们需要使用的文件里呢 在我们最上面 我们在import啊 我们at at import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相对路径 点点杠 点点杠 然后出到我们的文件里呢 common css 杠 然后acons 点css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不要丢掉我们后边的一个分号 这样的话 我们的样式就已经导入出来了 导入出来之后 我们怎么用呢 需要在我们的页面里 看一下我们的css 这里呢会有一个icon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基础的icon font 这么一个类 把它放到我们的图标里 这里是我们一个图标 比如说我们生命一个test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class 然后我们把icon font放在这里 还没完 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icon search 把它也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我们一个字体图标了 然后来看一下 看这里可以去显搜索的一个图标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样式不大对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样式去调整一下 我们找到这个类 我们之前给它一个宽高 我们现在把它都干掉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位置都正确了 边框我们也给它去掉 这就是我们字体图标的一个使用 它的样式呢 我们直接设置就可以对它生效了 包括我们的H5里面 我们看一下 H5呢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样我们会去找好多的图标啊 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插件市场里面使用 这是我们插件市场的一个地址 我们在这里记一下 插件市场 插件市场地址 这是我们的一个插件市场的地址 我们在这里怎么做呢 我们直接搜索 直接输入icons 我们搜索一下 搜索的第一个呢 dcloud的 然后我们点进去 点进来之后 我们直接使用H5的插件导入插件 然后选择我们的一个项目 选择成功之后呢 我们点击确认 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我们的competence下面 就会有一个uni icons 然后我们怎么去用呢 同样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元素下面 我们直接输入u icon 我们选择第二个 icons type我们就搜search 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直接就可以去引用我们的一个图标了 很方便啊 看一下我们的图标呢 也是在这里正常显示的 现在我们需要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字体大小 和一个颜色的值 我们来设置一下 给它设置一个size size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字体大小 16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color color呢 我们给它一个999的颜色 保存一下 我们现在再回到模拟器 我们看一下 现在就是我们的图标的一个大小了 然后H5呢 也是正常的 AX具体的用法呢 可以看到下面 有一些属性说明 按照我们的一个属性说明呢 去写我们的组件就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插件预览 点击之后呢 切换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看到iQs的啊 所有的组件名 就是我们的type的一个值 比如说我们要使用关闭 直接去找到close 在我们的type里面 写我们的close就可以 比如说在这里 我把它变成close 这样的话 我们的图标呢 就变成那个关闭的按钮了 所以使用iQs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还原一下 这就是字体图标的一个使用 我们拍下这个时候